白鹿节气的含义是什么 白鹿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 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 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中秋时节的开始 当太阳公转到黄金165度时 进入白鹿节气 此时农作物即将成熟 秋老虎也将逝去 气温开始下降 天气渐渐转凉 会在清晨时分 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 这是因为夜晚水气凝结在上面 所以得名 古人以四时配五行 秋属金金色白 故以白形容秋鹿 白鹿实际上是表示天气已经转凉 夜间空气中的水气便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 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晶叶或花瓣上 呈白色 尤其是经早晨的太阳光照射 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 洁白无瑕 煞是惹人喜爱 婴儿得白鹿美名 婴儿得白鹿美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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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